现在这里是皇家道路学院 走 咱也不清楚这道路学院是学啥的 这里呢还有公共汽车 也有个停车场 发现凡是这学校的名叫皇家什么什么 royal啥啥的都特高端 人家别的大学里头也就是个大黑鹅 刚才这学校里走来走去的都是孔雀 孔雀 对了 我没看见了 你看刚刚过马路那都是长尾巴孔雀 我们现在要去校长办公室 好 会会校长 这真的是校长办公室 这个学校校长办公室副校长办公室 反正头们办公的地方都可高端了 现在这是一号教学楼 这里上的是道路夫平课 编你都编不明白道路夫平课 那来个人你问他这是干嘛呢 老师 你好 是 陡先说 这个里河岂 是 极雀 叫做法律? 哦,就是叫做法律,不是因为它们开始, 它们是关于道路。 对,我不知道。 那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 请问更多人,为什么叫做法律? 老猫又搞出了一个乌龙。 老猫刚才狠狠地乌龙了一把。 因为这学校的名字叫皇家道路学院, 所以我刚才问人家,这学校是不是学建高速的? 跑马路的? 呵呵呵,其实不是。 人家就叫这个名,人家就乐意叫大马路学院, 管着你,不乐意。 我们就叫皇家高端马路学院。 现在我眼前的这个,就是这个大学的校长办公室, 还有他们的行政啊,管理啊,都在这上班班。 每天面朝大海,住在一个大古堡里面。 风景这么好,很享受,是吧? 这个古堡的名字呢,叫哈特里卡扫。 这是一个叫James的,富二代。 他1910年的时候,把他的生意给卖了。 他是一开矿的,卖了1100万美金。 191几年1100万美金,哎呦,那那可是天文数字。 然后他就搬到这儿来了。 可惜啊,他在这古堡里,就生活了10年,就撤了。 然后呢,他老婆孩子在这儿又住了十几年,也撤了。 所以这间房在二战期间,就给征用成那个军事基地了。 就是当兵的那个大官们就在这儿当办公室,当宿舍。 后来呢,又被收购,这个政府给他用多少钱收购的呢? 是用七万五千美金,哎呦,我的天,七万五千美金买了这么一个大古堡。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大学。 这叫James,他爸叫Robert。 Robert在这附近半个小时的车程的一个地方,在城里边,也有一个古堡。 这突然间下去了大雨,非常之大。 我们没有地方可以躲藏。 这聊着聊着,忽然之间,雨就下下来了。 前面这一左一右的两只狮子,好像我们在欧洲的时候见到过。 其中,左边那只狮子,萨姆达眼的那个叫什么? 哭泣的狮子。 是说了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。 说他打败了仗了,死了好多人,然后他就自己蹲海边,闷闷闷的就在那哭。 再看看这个狮子,咧着个大嘴,皱着眉头,一种呕吐状。 另外一端呢,是一个花园,号称叫做意大利花园。 现在也不让你进去。 这么漂亮的一棵大树,估计也是当年盖古堡的时候就有的吧。 现在我们就从这个古堡走出来了。 可以不打雨伞了。 可以不打雨伞了,现在也走到校门口了。 等一下呢,咱们上这个James他爸他们家去看一看啊。 就离这不远。 怎么样? 刚才我们看的那个James古堡他们家,就是照这个房子的版型建的。 非常像,对不对? James Donsmer,他爸爸家,他爸爸叫Robert Donsmer。 他爸爸这间房子呢,盖得比他儿子那个小了一丢丢。 有没有什么卡通的吗? 有没有什么卡通的。 你的卡通就没说了。 你可觉得是帮忙是帮忙。 但我为什么会给你老婆? 你没想到,这stroke你们片段。 感谢观看